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仍不能否认他们在排台二传手当中的实力与地位 如今丁霞的状态下滑严重 姚迪因伤没有回到国家队的情况之下 凋零与炸了出来 他能否成为继几位前辈之后 中国女排的又一位世界级二传手呢 正在进行的女排世锦赛上 中国队没有朱婷 张长宁两位世界顶级主攻手 也没有林立这位奥运会最佳自由人 就连在东京奥运会上表现出色的摇顶也缺席了 球队的困难重重 而参赛的球员当中 大赛经验最为丰富的冰霞 因状态下滑严重已经很难打上主力 新任队长袁新月的表现又一直起起伏伏 更让人感觉遗憾的是 就连龚翔宇都遭遇了伤病 此时的压力全部抛给李盈盈吗 不 还有凋零宇 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 用出色的组织将中国女排捏合成了一个整体 尽管中国队的整体实力与前几年相比有不小的差距 可是在凋零宇的出色组织之下 仍不断实现多点开花的一幕 随着在复赛阶段 立刻波多黎的拿到世锦赛第五胜 凋零宇的表现也越来越好 第一阶段稳居最佳二传榜投名的他 如今更是继续霸榜 传球成功总次数97次排名第一 场均成功传球16.17次排名第一 传球成功率16.39% 同样排名第一 如果放在世锦赛之前 相信所有球迷都不敢想象 凋零宇能在榜单上高居榜首 但六场比赛过后 这一幕真真切切地实现了 对此就连凋零宇都感到了意外和惊讶 当然他也表示自己专注于比赛而没有看数据 并且自己漂亮的数据是攻守们在高进攻效率之后帮自己完成的 对于自己的实力 凋零宇将功劳送给了队友 就已经结束的几场比赛来看 凋零宇的进步有目共睹肉眼可见 尽管目前他的年龄也已经达到了28岁 再有大的提升也很困难 可是大气完成的一幕 未必不会在他身上实现与上演 想当初的严妮 不就是在这个年纪成功上位并崛起的吗 就拿上一场比赛来看 王梦杰接了13个一传 到位两次 15.38%的效率并不算太高 但凋零宇还是很好的通过二传组织起了有效进攻 当然王梦杰14次防守 72.22%的防守效率也让凋零宇组织起来更容易 而不管是一传好坏还是防守起球效率如何 凋零宇都能轻松应对 这就是进步 如今的凋零宇 正在用自己默默地付出 慢慢兑现自己想要的结果 那就是成为中国女排真正的场上核心 并帮助中国女排在两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上重新崛起 当然就现在来看 凋零宇需要提升的地方还有很多 只要心理稳定下来 处理球时不再毛躁 她成为中国女排又一位世界级二传就完全可以期待 接班丁霞 姚迪 不 凋零宇完全可以做更好的自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